新冠肺炎疫情令到中美鬥爭不斷升級之際 有意見就認為中國應該擴充核武庫 應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野心和敵意 與此同時美俄核武軍控談判問題重重 華府多次強調要將中國包括入美俄間的核武軍控談判 只可惜中國反應冷淡 引發全球軍備競賽重現的擔憂 英國廣播公司發表文章分析 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簽署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將會在明年2月到期 對於是否延長條約 特朗普政府態度猶疑 華府主要擔心 如果目前的條約逐期移讓北京自身事外 中國的核武庫將會擴充兩倍 但支持美俄軍控談判的人就指出 讓中國加入三方軍控談判 不切實際 質疑特朗普政府本來不打算續約 有關建議只是拖延戰術 事實上 俄羅斯評論人士也指出 現時無法想像 包括中國在內的三方軍控談判 可以達成任何成果 因為美國與俄羅斯一共擁有6000枚核彈 而中國只有320枚 如果讓中國加入談判 俄美都必須削減各自的戰略核武庫 達到中國的水平 或者允許中國將核彈頭的數目 增加到美俄的水平 自然不符合美俄的利益 除了擴充軍備 中國近年亦積極擴展影響力去到非洲 當中在加納首都阿克拉 投資了一個幾百萬美元的漁港項目 當局已為項目展開拆除工作 有意見指 很多人對發展前景感到興奮的同事 亦因為拆遷問題而對生計感到擔憂 阿拉克標誌性的 尖武斯城漁業社區 拆除工作已在五月尾進行 當局在貧困人口籌密地區 拆除了三百多個臨時及永久性建築物 包括商店、學校及宗教場所 有市民的家園被拆走 要在廢墟中搭建臨時房屋 而該區原本更是旅遊勝地 遊客會來到這裏了解當地的捕魚文化 現在社區拆遷令很多人擔心生計 加納當局表示 他們將會賠償給 因為失去住房而提出法律要求的人 並會在施工期間 在沿海地區臨時安置遇民 新項目將會建造一所新學校 入去辦公室 餘類加工設施 一個市場及冷藏庫 並會對港口進行升級 當局說項目將會改善社區的經濟生活 以及為更多人的生活帶來良好的轉變 整個項目預計需時三年完成 如何在這段期間平衡發展和安置的角色 做到相得益彰 值得當局反思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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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